花莲市立幼儿园第四四届毕业典礼 是在文化局的演艺庭举行 120位的毕业生以又在一起公演 呈现了在幼儿园三年来的学习成果 市长卫家院感谢园长和老师们的爱心教导 让小朋友们在市又快乐成长 也感谢家长的信任 让市立幼儿园可以完善学龄前教育 让孩子人生的第一个学习阶段圆满胜利 花莲市立幼儿园大班毕业生 以班级为单位依序计场 家长也陪同孩子登台 向班级老师表达感谢之意 市长卫家院感谢园长和老师们的爱心教导 让小朋友们在市又快乐成长 也感谢家长的信任 让市又能够陪伴孩子们完成人生第一个学习阶段 谢谢我们的菲菲园长 其实他非常认真 那我们所编列的所有的预算 他都执行的相当的顺利 然后办理了非常多的活动跟一些创新 那还有在衔接教育的部分 他非常的努力 他感谢的是代表会的主席 副主席以及我们所有的代表 对我们华联施工所市又的预算 给予相当大的支持 也谢谢你们 最后要感谢我们所有的家长 给予市又的支持 那祝福你们在新的一个阶段 祝您一切平坦 一切快乐 我想快乐是最重要的 最后祝福你们 谢谢大家 感谢 市又毕业典礼包括了前任市长 魏嘉贤特别出席 还有世代会主席李政伟 副主席黄达翔 还有多位代表 以及县议员徐子芳 张美惠都到场祝贺 小小毕业生代表 从市长手中接过毕业证书 同时也由现场贵宾颁发 县长奖 议长奖和市长奖 给各班的优秀小朋友 典礼后段 这是由各班毕业生 以又在一起为主题的表演 展现在幼儿园三年来的学习成果 也让爸爸妈妈看到小宝贝们的成长 却旅会欢迎市报道